一年级的小梧桐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孩子 他对学校的乐队非常感兴趣 他梦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 为人们带来美妙的音乐 然而 由于家庭的状况 他的爸爸妈妈一直不支持他学习唱歌 所以也不会给小梧桐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吉他 一天 学校举办了一场音乐比赛 小梧桐非常激动 他希望能够参加比赛 展示自己的才华 但是没有吉他 他感到非常沮丧 他决定去向乐队指导老师求助 小梅老师 我也很想学习音乐 可是我爸爸妈妈不给我买吉他 指导老师听说了小梧桐的困境 立刻给他找来了一把可以借用的吉他 小梧桐这个吉他先给你用 你要好好学习哦 谢谢老师 小梧桐非常感激 他决心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向梦想更进一步 为了准备比赛 小梧桐加入了学校的乐队 并和其他乐队成员一起练习 他们每天一起排练 努力提升自己的音乐水平 小梧桐发现自己的吉他技巧进步神速 他的梦想离他越来越近了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小梧桐紧张而兴奋地站在舞台上 吉他坐在他的腿上 他们演奏的曲目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摇滚乐 音乐响起 小梧桐闭上眼睛 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 他用力弹奏吉他 每一个音符都带着他对音乐的热爱 演奏结束后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小梧桐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尽管他们没有获得第一名 但他们的努力和激情感染了观众 比赛后小梧桐决定继续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他开始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 不断学习和进步 时间飞逝 小梧桐进入了高中 他在音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成为学校乐队的领队 他们为学校举办的活动演奏音乐 每次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终于小梧桐获得了一次为知名乐队开场演出的机会 他们为了这次演出进行了数月的准备 每天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演出当天 小梧桐紧张而兴奋地站在舞台上 吉他在他手中闪耀着光芒 音乐响起 小梧桐用力弹奏吉他 整个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观众们被他们的表演所吸引 热情的鼓掌喊喊 小梧桐感受到了舞台上的荣耀和满足 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放弃 不畏惧困难 我们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 都要相信自己 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梦想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和源泉